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环境懒人包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其实可以再参考一下 我云端上面有一些说明 其实这两个环境实际上 都是从网络上下载 如果你要找第一个 那个Python 3732 它怎么来的 其实它就是直接Google Python 找到那个Vilcom to Python 你去download它 那这边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3.x 2.x 它现在已经比较少用2.x 用3.x 应该不对 这边有个download download这边3.72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就download下来了 它其实就这个版本 第二个的话 Eclipse怎么来的 其实你就关键字打Eclipse 也会找到 这边有个download 那download部分的话 其实我是从 那个Eclipse里面的 这边进来 它这边有版本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只有download64 bits 早期都是32 现在都六 旁边还有一个download packages 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 点这个 那至于要选哪一个呢 因为它这边就是都是什么呢 这个是for Java的 这是for CC++的 那底下还有for其他的语言 还有for PHP的 JavaScript的等等 但是目前看到好像没有for Python的 所以以后会不会有 以后应该有可能有 但目前没看到 那怎么办呢 其实为了解决问题 所以干脆 其实我主要是下载什么 哪一个比较小 174 然后不会太庞大 然后又比较一般性的 所以我就下载这一个 for Java的来改 当然如果你想说 那老师我不用下载这个 你用其他也可以 反正只要能够 Eclipse都可以 那下载之后的话 以前都是32 bits 不过现在全部改64了 那就会有个问题 也就是如果这边64 那你的Python的版本 预设下载的是32 所以两边不mach 就不能用 所以怎么办 你如果这边下载64 而且是Windows的版本 那你到Python 你要找Python3.72的64 bits的版本 两边才能mach 如果两边不mach 也不能run OK 特别注意 这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什么 Mac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 就喜欢用Apple的东西 然后他就苹果店 怎么办 没关系 也可以 但变成我没有提供 Mac的懒人包 那这个你要自己去做 也有同学 他是用Linus 他装了一个什么 Ubuntu的Linus 他说老师 我想要在上面开发 也可不可以自己装 但Linus的懒人包 就是自己把它装起来 下载就两个东西 把它装 这些你最好是 他有安装版跟免安装版 我是建议你用免安装版 为什么 因为到带着走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外挂 怎么挂上去 这个外挂挂上去 底下我有图 所以这边有一些说明 怎么做 你自己再看一下 你会发现之前的截图 就32bit 而且有64bit 而且有64bit 结果他把32拿掉了 不过应该可以找到32 只是说算了 反正我们顺应潮流好了 干脆回去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在做64元懒人包 试试看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如果你没时间的话 你就先用我懒人包 先顶着好了 也是一个方法 怎么加外挂 关键在这里 外挂的方法 就是你已经下了Eclipse 然后你就找到Eclipse 里面有个help 底下有个instore new software 然后你的add之后 它会有跳出这个视窗 你就把这两个贴上 那个网址 实际上就是去抓 PiDiv的外挂的网址 你只要贴上就可以 如果还怕各位 自己打会错 我干脆还把那个网址 贴在这里 你再怎么样贴上去保证 只是说你要OK之后 它会跑一段时间 至于跑多久 可能就要看你的网路 频观而定 之前刚好 因为我们这边同学 之前有练习过 就大家一起练习 大家一起卡住 所以后来我就 尽量不要在这边练习 直接干脆先用懒人包好了 然后就直接装好之后 把它install之后 就会有刚刚那个外挂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大概说明一下这边 然后其他步骤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然后还有设定一些 最后就是把这个串接部分 把它完成 待会的话 我们这部分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要接着 继续来看有关 这个python的基本语法 跟这个结构控制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要知道 什么叫做变数 那我刚刚有讲过了 其实a也是变数 b也是变数 sum也是变数 那他不用宣告 不过那资料形态 什么时候赋予呢 其实第一次丢给他 就OK 这个变数实际上 基本上就是 把资料放在记忆体里面 那至于放在记忆体 什么位置 python没办法管理 反正就是有个空间 存放这些资料 就OK了 其他的话 就是赋予值之后 接下来另外有个重点 如果将来你的程式里面 需要注解 比如说某一行 你不要执行的话 比如说这一行 我暂时先不要执行 那你不要执行的话 注解 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的话 就是前面加一个警字号 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有很多行的话 比如说我a 我上跟b 我要把它注解 那将来的话 我就输出 我就输出a好了 OK 像这样的好了 要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一行 这两行如果说 我没有把它注解 成是会错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把注解取消的话 记得就是把它拿掉就可以 如果我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 那我今天如果说 我希望这四行 全部一起注解 怎么办 那你总不可能说 我就慢慢一个一个加吧 那不然很浪费时间 交个一个更快的诀窍 如果你要四行 全部一起注解的话 因为之前 在java里面有一招 我想说那一招用用看 可不可以 发现居然可以 有没有 全部注解 如果要全部取消呢 这样就OK 特别只有你们可以记一下 如果注解是紧字 对不对 如果多行注解 请你记一个快速键 叫Ctrl 按住加一个斜线 Ctrl斜线 这个斜线 它的位置在那个键盘 有个竹 苍结那个竹 那个斜线 右上到左下 这个是斜线 左上到右下 是反斜线 特别重要是这个 左上到右下 是斜线 反斜线是 右上到左下 是斜线 左上到右下 是反斜线 这个要搞清楚 这有时候很难去理 这个主要是 那个路径的时候 以前Linus 是用这个斜线 那Windows 就不要跟它一样 就反斜线 反斜线是这样子 斜线 OK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我是Ctrl加一个斜线 是注解 Ctrl加反斜线 一样是Ctrl加斜线 就是取消注解 这一招非常好用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大量的注解 比如说你可能某一部分 程式 假如你不确定 要不要删掉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注解 先保留 OK 那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并且稍微了解一下 待会的话 我们要针对 不同的变数的资料形态 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我用这个变数计划 我用这个变数计划 但是当你有个变数计划 我用这个变数计划 我拿出来 我用这个变数计划